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OK 說了說了 那我今天拍了一點點 今天早上的天氣出了一點太陽 但是下午開始又開始陰天了 所以我今天只拍攝了一點點的 這種BRAW 大家覺得好看嗎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你們覺得這種BRAW需要 這樣子的調色還是覺得 呈現這台機器最原始的 這樣子的 顏色大家會更加喜歡一點 那麼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今天和大家討論的一個主題 那就是GH6 我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不會拿到這台 新發布的這個相機 那這個相機 6K 然後 N43的 這個感光元件 那麼 在我看來 它的夜晚的表現 就是在落光環境下的表現 應該不會太好 畢竟6K的畫質 6K的像素實在太多了 那麼看網路上面 測試大概 ISO1000或者是2000左右 就已經在非常非常極限的狀態了 那麼這是一個N43的機器 所以應該沒有人會把它 拿來拍攝照片的工作 那麼在影片方面當然 一個有如此高畫質 然後又輕又小 然後配著這個鏡頭群 也非常小的這個微彈來說 應該還是會有它的受眾了 但是 如果你已經是 我自己擁有GH5或者是 BMPCC4K 或者是我現在用的這個DK125 我相信 大部分人拍出來的畫面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因為 講光元件的大小差不多 然後 動態範圍 理論上在GH6的動態範圍 會更加的高一點 因為它擁有滿血的Vlong 所以它動態範圍會好一點 但是 一個 再次回到 很久很久以前我已經提過的 就是一個 合格的攝影師 光筆 必須要自己做控制 不能完完全全靠這個攝影機的動態範圍 動態範圍始終是有限的 所以 選好光線才是攝影師正確的做法 所以說 說到這邊GH6好像 相比起GH5好像就沒有什麼太大改進 除了這個像素更高一點 幀率更高一點 那其他的根本沒什麼 太大提升 那主要就是因為M43 我相信M43 有它的優勢 那也完全繼承了它的優勢 那確定也擺在那邊 然後再加上Panasonic 主傳的對焦模式 也沒有太大提升 所以就好像GH6 就像我現在還擁有這個7D的相機 如果你是擁有這樣子的單反 然後你想要升級一個微單 然後可以拍攝影片 高畫質的這個系統 當然可以升級 就算是用這種5D2 我也可以非常推薦你去升級這個GH6 因為畢竟在影片 如果你有影片需求的話 如果影片需求上面 GH6真的是相比起這些 舊的微單 或者是說 舊的單反 會提升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已經用GH5 或者是像我一樣 擁有這個 Sony的微單 6300 或者是你 甚至你擁有H13 我都不太建議你去升級這個GH6 雖然說它有更高的這個像素 還有更高的幀率 但是 總覺得它還是有點受限 那麼據我的了解 GH6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那麼因為我也沒有拿到實機 所以我也不好說什麼 所以如果坐在螢幕前的你 然後有拿到這個GH6 或者是說你有購買GH6 那麼歡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的使用感受 那麼最近的我會 雖然說退伍了 然後能夠製作影片的時間 相比起前四個月來說更多了 但是最近的工作也是蠻多的 然後我會盡量的在工作期間 盡可能的紀錄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